反正我小時候呢 就是有一天可能我坐在上面的時候 就突然發覺 欸 其實 坐在上面好像蠻舒服的 還是怎麼樣的 國中很清純啊 大部分人國中都很清純嘛 欸不對 妳要說清楚了嗎 也不太對 我國中的時候就看BL 我那時候看的BL的口味 比我現在看的BGM慢還重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BL都是那種 其中一方會被靠在牆上 手腳被綁起來 然後這樣子被X這樣 或者是被很多人輪這樣 我以前看的BL是這種口味的 你要講國中其實也沒有很清純啊 如果說看這個東西的話 我是妥妥的婦女欸 國中又這麼捨 我真的覺得你們認為的那種色情 可能真的是從小 沒有任何人教我的時候 我就會做類似那種行為的人 小時候 小女生不是都會玩芭比娃娃嗎 這是我的小時候 皮克斯動畫有一個作品叫做 螞蟻騎兵 然後官方就是有出那個螞蟻的娃娃 我小時候會玩了一個東西呢 我真的是不懂為什麼我小時候就會玩這個東西 就是我會讓我的芭比娃娃 跟我的那個螞蟻騎兵的主角 然後我會把他用一個面紙盒做成一個床 讓他們在上面裸體滾來滾去這樣 但我其實那時候我可能也不太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但我就覺得這樣很開心 就從小就一直在玩 人獸了 這算瘦焦嗎 算吧 而且他還是昆蟲欸 太先進太前衛了吧 沒錯 然後 我跟你說為什麼我不懂 因為我到小學四年級 我才知道上床是什麼意思 那個時候我們班上的同學 就很喜歡就說 哈哈你跟那個誰誰誰上床這樣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上床是什麼意思 我只覺得那好像是一個 一個開玩笑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跟著一起說 哈哈你跟這個誰上床這樣 然後講了很久之後 有一天被我媽還是被我爸聽到 然後他就說你怎麼可以講這個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的上床 可能就去床上滾來滾去 我真的不知道上床是什麼意思 我有沒有被揍我忘了 但反而我被罵了一頓 之後我才知道 喔原來上床是指 就是我這個年紀不應該懂的東西這樣 主播聊天室還有很多未成年人間 這個還好吧 這話題很健康欸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不需要做什麼防護吧 對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是真的不懂 在某個層面上我是蠻清純的 但是我的靈魂早就已經 非常的 怪怪的這樣 你們會覺得跟別人聊自己 靠槍相關的事情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嗎 不會 這挺正常的對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是女生聊這方面的事情 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會覺得 女生幹嘛聊這個 因為女生不能靠 然後我們也是有X的啊 只是我們的X比較短而已啊 我不信 啊但是我的X蠻大根的啦 我是54公分啦 跟你們介紹一下我的心武器 對然後我要講這個東西呢 就是之前統電精華裡面 我就有講到這個事情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跟別人說這件事情 就是我小時候 我們家有一個椅子 然後它是一個香菇的形狀 然後呢 反正那個頭很大嘛 我大概是從 好像真的是大概是從幼稚園開始 反正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開始有一些記憶的時候 我好像就已經會做這種事情了 但我要說 我那個時候是真的不曉得 我這一次強調 我是真的不曉得 我做的這個行為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 但我就那時候覺得好像不錯 所以我就一直做 那個未成年的把耳朵關起來 哈哈哈哈 反正我小時候呢 就是有一天可能我坐在上面的時候 就突然發覺 欸 其實 坐在上面好像蠻舒服的 還是怎麼樣的 反正呢 就從那一天開始呢 我就開始跟這個椅子呢 有些莫名的情愫 我就坐著那個椅子的時候 就是會做一些動作這樣 我那時候真的不曉得 就還有一天就被我爸媽看到 我就被他們訓斥 他們就說 你怎麼可以做這個動作 反正他們就把我唸了一頓 然後跟我說 以後再也不准這樣子做了 我那小時候就想像被罵得很莫名其妙 我不太懂為什麼不能 他們沒有跟我說原因 就只跟我說不行 所以我後來呢 我沒有真的都不做 我都是趁著他們去睡覺的時候 或是他們出門的時候 反正他們不在家的時候 沒有人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去跟那個椅子培養感情 但其實我認真覺得 你要禁止小朋友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要讓小朋友知道 就是他們什麼都沒有講 然後就只跟我說不行 我會完全沒有頭緒你知道嗎 啊我沒有頭緒我就不會聽話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行啊 所以我就還是繼續偷偷做啊 我是一直到很後面 我忘記是什麼時期開始 我終於明白我這個行為 它是有一個詞彙 是形容這件事情的 就我才知道 哦原來這是這個東西啊這樣 不然在那之前我只覺得 就是你被癢的時候你去抓癢 你耳朵癢的時候你去挖耳朵一樣 就是這樣子的行為的存在 我不曉得是那種東西 那姊姊他們呢 姊姊他們好像就不管這件事情吧 兄弟 距離我失去你 已經兩年了 看來你生成蘑菇已過得那麼好 我變安心了 那椅子還在嗎 沒有它已經被丟掉了 根據研究指出 嬰兒會有類似的行為了 對啊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人類可能就是會有的一個行為 就是它就是一個生理機制啊 但我以前你知道 我真的很怕講這件事情 我很怕講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我很奇怪 那後來呢就是我逐漸的 可能就當了實況主之後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我不應該覺得不好 就是這個就是人的正常的一個行為 我不應該覺得它是不好的事情這樣 我只是比較少的時候 就開始有這樣的行為而已 那家裡現在有蘑菇椅二生 就沒有啊 它原本有兩個 然後兩個都被我媽丟掉 因為那個椅子可能就被我玩到 它的那個頭身 那個蘑菇頭 跟它那個地已經分家了 原本它們兩個是合在一起的 但我可能太常就是搖晃它 所以它就已經 啪 頭身分離 生物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繁衍 這是途中必經的過程 就跟你們有一天就發現自己 靠X的時候很爽一樣啊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道理 只是方法不一樣而已 你們小時候也是不用別人教 你們就自然開始學會這種事情的吧 還是你們是別人教你們才學會這件事情的 每個人不一樣吧 都是看片嗎 我是看片才知道可以這樣的 哦原來是這樣啊 跟好朋友一起摸索 那請問你的好朋友現在跟你還有聯絡嗎 害我以為真的都對氣球特別反感 阿葵是喜歡以前的風格嗎 以前的風格嗎 可是其實我以前也沒有到很常看旅犯 欸為什麼我的臉變這樣 好認真思考的